柏景灣原裝膠樓標準 一住十年住到通屋雜物 設計預留大量儲物空間之後 古董音響成為客廳焦點 聽音樂就更寫意 最近有朋友想換樓 誰知一計數馬上打退堂股 市區閒閒地買一間五百多萬的樓 離任費已經要十五萬 還有一買一買兩筆經紀勇 坐底二十多萬洗費 走不掉 相信想換樓業主也會有同感 除非不夠住 否則不如用這筆錢搞裝修 一樣有住新屋的感覺 以下這對夫婦住在奧運站柏景灣 超過十年 同樣是選擇翻身放棄換樓 1019呎單位兩夫婦住相當闊落 但入住時趕不及裝修 地方大但沒有合適間隔 一樣令到雜物周圍放 書房和士多房都放滿雜物 所以今次裝修儲物空間一大考慮 書桌和梳裝桌又放在一起 雜物又要周圍放 單位三房開織 但頭房仍撞其得 一間房本身是四四方方 突然間斬了一個大角 變成使用率 使用起上來不太好用 為了遷就警官 而要打斜房 真是香港樓獨有 房斜了走廊自然都斜了 轉角走廊 本身走廊已經長 還要轉角 好像有密室效果 屋主夫婦都偏好灰色 希望間屋都可以以灰色做主調 設計師說灰色屬於較沉色冷色調 用起來有難度 屋主有套珍藏古董音響 亦對音質有要求 今次設計亦都要符合音響風格 硬件配套亦都要有要求 單位有間斜角房 不過受到主力場所限 就不可以和客廳打通 解決方法就是向走廊埋手 將斜角房和走廊之間的牆拆走了 走廊空間融入書房 放書桌就沒那麼迫夾 但窗台位就變窄了些 解決方法是打通隔離房間 封了原先的房門入口 升高地台放雜物 再改用燙門 平時拉開燙門 空間和書房連貫 拉上燙門就變成客房 主人套房門口移出了 房間只有兩個人住 一個玉室就夠了 所以套廁改為衣帽間 廁門改中間 兩邊擺衣櫃 儲物量即時大增 屋住夫婦雜物很多 工人房改成雜物房 再拆了廚房的牆 改成入場鞋櫃 客飯廳家司簡簡單單 不過主角就是一套任行 單位是三房一套 連工人房 其實都夠闊落 只要編排多些儲物的地方 將雜物收好 翻身絕對化算過环樓 全屋以灰色做主吊 運用不同素材 帶出獨特設計感 客廳飯桌換上全玻璃設計 加上白色餐椅 在深色客廳之中營造輕盈感 三個型飯廳屬圓即缺陷 沒得改 唯有盡量簡化傢俱擺位 留下多些空間 我看到客廳一二三四圓 有四種顏色的長身 為什麼你有構思 其實本身護主喜歡灰色 不過灰色比較靜態的冷色調 在這個情況下 會用深淺不同的灰 不同的質感 不同的線條 加上燈光效果 令整體活躍一點 還有跳躍的感覺 客廳透光度極強 特別用深色傢俬營造對比 客廳主要用來聽音樂 整個設計為了一套古董音響 而度身訂造 再回來這間屋 當然第一時間 就是品嘗一下 戶主心愛的音響組合 因為戶主對音響 都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無論在供電位 電線 甚至插頭 又或者可能我們現在看到的 TV櫃 其實都是用了一些特別的物料去訂造 白色TV櫃用了高密度的印尼木特製 為了令音響下音減到最低 務求令音色做到完美 上手裝修的木地板 潮濕度撲起了 屋主說怕怕 說明要轉用地磚 但地磚感覺冰冷 唯有試試木紋地磚 這間屋的木紋地磚 看起來是否很自然 好像真的木板 要做到這個效果 其實最主要在我們選購地磚的時候 如果地磚有八個以上不同的法紋 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地下的仿天然木紋地磚 將整間屋的感覺變得平和 廚房的牆拆了 偷位做了一個鞋櫃 廚房不算大 利用光線增加空間感 廚房門改成玻璃門 透光度大增 房外國玻璃天花設計 有少少斜度 令樓底看落高些 隱藏門後面是休息區 右面間隔改動比較多 客房的兩幅牆都拆了 改成半開房式 現在沒有走廊之後 整個空間比原積大了很多 對呀 因為戶主最主要是兩夫婦住 他們除了在廳 有時在廳或在廳之外 因為戶主都會經常在書房工作 所以現在就把兩間房打通 之餘 再把走廊這個位置 納入這個空間 所以空間感會大很多 原本的斜邊牆改成書桌 因為空間變成半開房式 不會那麼容易拆角長身斜 但是斜邊牆放書櫃會有限制 設計亦要考慮這一點 通常大型吊櫃都是四四方方的 但今次設計師就在兩邊位置做了斜邊 這樣看上去就會沒那麼突日 而且在走廊位置 亦都不會遮擋到視線 另一邊客房以儲物為主 升高地台變成一個儲物空間 玻璃牆身亦都增加採光效果 如果有客人流宿 亦都可以變成客房 書桌和客房中間的窗桌都不浪費 窗桌造成梳妝桌 日頭利用天然光化妝 晚上就有台燈 士多房和客廁都盡量隱藏 令所有長身連貫些 舊有主人房套廁改成的衣帽間 因為原先有個小窗 衣帽間變得沒有那麼局促 兩邊鏡櫃亦都令到空間感倍增 入到主人房應屋主要求一齊重選 放了必要的傢俱就只有選藥裝修